你还知道回来啊 这么晚了 你还知道回来啊 哥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有自己自由 你就这么做见自己 你说什么呢 我没有 没有 趁着我和爹出去办事的空当 你又和许心诚出去约会了 对不对 对 看看 现在连避讳都不避讳了 你以前信誓旦旦地说 你和那个许心诚只是朋友关系 不会与雷池半步 你现在还敢这样说吗 哥 我以前确实没有撒谎 我现在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 我现在是她女朋友 是吗 你现在是许心诚的女朋友了 这是我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做的决定 天一 你怎么那么天真呢 像许心诚这样的公子哥 他外面女人多得是 你就不动脑子里想想 他会对你认真吗 哥 你一点都不了解他 许心诚他不是一个花心的人 你不要了解他 这样的人都是一路货色 虽然我不了解他 但是我了解你啊 天一 你这么单纯 肯定会吃亏的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已经吃了你许心诚的亏 才会去答应他的 我也找他去算账 哥 你说什么呢 就算你是我哥 你也不能这么污蔑他 我有分寸他也有分寸 还有以后 我和许心诚是正常的交往 请你不要多假干涉 天英 你怎么就还不明白 许心诚他是不会娶你的 你应该嫁的 是踏踏实实 能在你身边照顾你的人 你要嫁的人是 哥 我想先休息了 好 回来啦 是 我回来了 听贾东说 你为了一个细字 隔了他的职 爸 你能不能不要一口一个细字的 京剧 那是门艺术 真是笑话 一个刘洋回来的大学生 居然为中国的京剧辩护上了 你要是没别的事情要说 我先去休息了 明天早上我还要去警局工作呢 等一下 你还知道去警局啊 最近你可没少矿工吧 别看我人不在警局 你矿工的事我很清楚 爸 我知道您神通广大 我承认 我这几天 没有去警局工作 我是去了医院 完成后续的工作交接 去医院交接 知道我神通广大还骗我 爸 你那个 跟踪别人的伎俩 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我已经为了你放弃我的理想 去当了警察了 至少我应该有我的自由吧 你取了红蓝之后 你要什么样的自由都可以 三七四切我都不管 但是现在 你必须要知道你该干什么 我 爹 爹 您怎么了 爹 没事 老毛病了 上次在龙部纪院摔了暖一下 加上这次回老家一折腾 恐怕更严重了 爹 您都是为了西班操碎了心 才积劳成疾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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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这就送你去医院 走 不要 爹 算了 我自己的身子骨我最清楚 现在西班开销这么大 不要浪费在我身上了 好在 天鹰这个台柱子 能够成绩西班的一面大器 加上你大力师兄弟的日常生活 不 我就是去了 也能安心地走了 爹 您说什么呢 您一定要好好养好身体 我们还要过四十同堂的日子呢 四十同堂 对我来说 太遥远了 不 不遥远 爹 既然这次咱们都回向跟妈说过了 我和天鹰的婚事不就 天子 坐 天子 爹明白 这些年 让你受委屈了 天鹰明明是你的媳妇 却不能同仆 爹知道你心里不好说 不过 这件事情对天鹰来说 恐怕 不可能一时接受 需要循序渐进哪 爹 再循序渐进 恐怕 恐怕天鹰就要变成别人的媳妇了 你说什么 爹 之前一直怕您生气 伤到身子 儿子才不敢跟您说实情 天子 你说 别 别让爹猜 别让爹瞎猜 爹 天鹰她已经是 许心车的女朋友了 什么 爹 这个死丫头 太胆大妄为了 此此所处 你这哥哥是怎么当的 你怎么不堪好态 爹 东江的诱惑那么大 我看得了她一时 也看不了她一辈子呀 是啊 朕不知道 带天鹰到东江来 是对还是错 不 看来有些事情 必须要跟她说明了 老爹 我说罗大少爷啊 我亲自屈尊出来陪你散步 你就不能开心点吗 洪大小姐 这哪是你陪我散步啊 明明是我在陪你好不好 那 那我可不是简简单单陪你啊 你看啊 你刚刚受了心理创伤 是不适合工作的 需要进行心理辅导后 才能重新上岗 心理辅导 什么是心理辅导 杨玩意儿啊 杨玩意儿你都懂 为了你我当然得懂了 你看啊 心理辅导的第一课呢 就是出去踏青散步 放空自我 然后抛掉过去的创伤 去拥抱新的世界 我这可不是让你陪着我 这也是为我们洪家的事业 出一份力呢 事业 那也不用下雨天准 对了 我受什么心理创伤了 你在我面前就别装了 你不是刚刚为了失恋而烦恼吗 失恋 你以为我是你们小女生啊 像我这种做大事的男人 怎么可能 再说了 你懂什么叫失恋吗 我怎么就不懂失恋了 我天天失着呢 什么 没什么 对了 福生哥 嗯 你跟那个 天音 怎么 我现在 真心地祝福大哥星成 真的啊 那太好了 你这么高兴干什么 啊 我 我这不是气你高兴吗 你看啊 你现在已经完成了 心理辅导的第一阶段 接下来呢 就是第二阶段啊 什么是第二阶段啊 当当 这又是谁送给你的啊 这是我自己买的 不可能 你洪大小姐 怎么可能自己买戒指呢 那要送你的 都不知道排队排到哪儿去了 怎么就不可能 是我自己买的 而且这是 而且是我买给你的 你买给我的 这个是女士的 是我买给你 让你送给我的 你等会儿 等会儿 你给我绕 绕糊涂了 这个戒指是你买的 然后你要把它送给我 然后再让我把它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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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你 你怎么那么笨呢 你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 无伤 你给我戴上 给你戴上 就像男生给女生求婚那种 你别闹了 赶紧 赶紧 赶紧收起来 我没有闹呀 没闹 你怎么没闹啊 你洪大小姐戴戒指 能 能这么草率吗 你起码得在一个 富丽堂皇的地方对吧 万众瞩目的情况下 有你的新棱官 帮你把戒指戴上 这才对啊 你怎么能在 在这么个地方呢 你好像说得有点道理哦 那不如我们 不如我们现在 进入第三阶段的心理治疗吧 第三阶段心理治疗 是什么来着 第三呢 对啊 第三 第三阶段 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 不下雨的地方 然后抱抱地车上也猜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走 好 别偷看啊 到了 到了 可以睁眼了吗 可以 sabify 信長 天一 你還記得 我跟你告白的時候 說過什麼嗎 我要帶你去一個 屬於我們兩個人的世界 在夜色裡 在繁星出手可及的地方 我要牽著你的手 在那裡起舞 這裡的每一根蠟燭 都是我親手幫你點的 就好像 我親手幫你點亮了 這裡的每一顆星星 信長 我 天一 不用說了 我們就靜靜地享受 這一刻 天一小姐 我可以請你跳一支舞嗎 我可以請你跳一支舞嗎 星成 真的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很感动 其实该感动的人 是我才对 我要感谢上天 把你带到我的身边 让我知道 喜欢一个人 是多么的美好 天忆 你知道吗 你是这个世界 赐给我最好的礼物 星成 还记得 你之前跟我说过的 我 这条项链 我从小一直戴在身上 我把他看得比我生命还重要 现在 我把他送给你 如果我没有在你身边的话 他就代替我 一直守着你 永远都不要分开 好 天忆 这条项链 我答应你 永远都不会拆下来 他现在 就成为了 你的替代品 我要把他放在 离我心脏最近的位置 那么 我们的心 就无时无刻地连接在一起 我爱你 我爱你 星成 天忆 天忆 哥 你怎么来了 爹快不醒了 天忆 老公 爹 爹 您这是怎么的 你还说呢 爹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 爹名啊 爹都知道了 你和那个徐公子 私定终身 好啊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这大事是情意都瞒着爹 爹要是不问 是不是等你结婚的时候 才能让爹知道我 不是的 爹 我是怕您生气 才想晚些时候告诉您 您明明知道爹会生气 还是要这么做 爹 爹 我不就是喜欢上一个人吗 这有错吗 你为什么不能给星成一个机会啊 天鹰 您少说几句不行吗 你非要把爹活活气死吗 看来有些话不能不说了 天鹰啊 有一件事情 我们一直瞒着你 什么事啊 你 不是爹的七生女儿 天鹰啊 在你很小的时候 还不懂事的时候 你一个人昏倒在树林里 我和你娘带着天赐来到东江 是天赐在树林里发现了你 我们看你可怜 就收养了你 让你和天赐一起长大 希望你们两个能成为夫妻 这样不就可以继承咱们家的戏班了 哥 两天说的是真的吗 不可能 天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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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这一切都是真的 看在我们救了你的命 把你当成亲闺女一样养大 还教了你一身的功夫 看在这些份上 你就听爹一句话 别再跟那个续星成来往 好吗 细细地想来 天赐才是你的救命恩人哪 他把你当掌上明珠 百般地呵护你 你就不能跟他 安安稳稳地过个小日子吗 这样我们的西班 也有接班人了 以后爹就是死了 也能明目了 我 我 求你了 爹求求你答应我 你就跟天赐在一起吧 爹求你了 求求你 你就跟 跟天赐在一起吧 好吗 爹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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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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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听爹一句话 别再跟那个续星成来往 好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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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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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鹰 你快出来看看吧 师傅在楼下干了一整夜了 怎么劝都不听 天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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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看看 爹 爹 哥 你们这是干吗呀 天鹰 爹在院子里等了一夜 为的就是等你一句回答 师兄弟们 看不过去也都陪了一夜 爹 天鹰 天鹰 如果你不答应爹 爹就 爹就 给你跪下了 爹 你快起来 你答应爹 你要不答应爹 爹就永远给你跪着 你什么时候答应爹 爹在什么时候起来 爹 你先起来好不好 您这给我受不起啊 哥 你们 爹 你先让我去庙里 我跟我亲生父母说一说 等我回来之后 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 行吗 来 毛伯 早 早 少爷今天怎么那么早啊 锻炼身体 强健肌肉 还扬打西院出来了吧 少爷 你是人风席市 精神爽对吧 别逗我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 这么明显吗 不止是我看出来了 整个东江 都已经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呀 说什么呢毛伯 好 少爷 您别装了 您的喜事都登报了 您看 我还要恭喜你的啊 哥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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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祖在上 天鹰刚刚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知道在这世上 还另有自己的亲生父母 望佛祖能够把天鹰的心声 传给他们 爹 娘 天鹰不知道 你给我取了什么名字 也不知道当年 为何跟你们分开 但我相信 你们一定不是故意抛弃我的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现在天鹰已经长大成人 望有生之年 还能再见到你们 我真的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说 女儿现在过得很好 养父从小就照顾我 心疼我 不舍得打我 还交给了我唱戏的本事 来 吃药了 来 起来 吃药了 起来 乖 烫吗 起来 乖 烫吗 好 好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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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也是 怎么 你 看 我 了 来喽 菜来喽 今天有好吃的 来 开饭 吃饭吧 来 吃个鸡腿 哥哥 大鸡腿给你吃吧 咸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复对我有再造之理 如果没有他 我说不定早就不在这世上了 女儿还有一个哥哥 从小就把我当亲妹妹一样照顾 但是今天 杨复突然要让我嫁给这个哥哥 爹 娘 天鹰已经有了心爱的人 天鹰真的很想跟他在一起 可是杨复对我的恩情又这么重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夫族在上 忘给天鹰指一条名鹿 今天东江新闻头条 许红两家家族联姻 许行诚和红蓝订婚 爸 这是不是你干的好事 你不愿意认为这是一串好事吗 干吗愁眉扩脸的 为什么我的婚事 我最后一个才知道 从头到尾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要娶红蓝 都是你自作主张 然后现在 你既然照高天下 搞得满城风云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 我对你的意见没兴趣 你执行就好了 不可能的 我跟你说过了吧 婚姻是自由的选择 我跟红蓝都一样 我们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你还说你开童你开明 你为什么要学那些 封建的大家长 你们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我有权利 你以为权利就可以 解决一切问题吗 不能吗 你是怎么救出 你天天想念的天鹰的 你现在怎么生气 不就是为了那个戏子吗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你娶了红蓝 然后再让他作小 男人三七四七 不很正常吗 爸 你已经玷污了 我的事业理想 不要再玷污我的爱情理想 我去找报社 让他们重发新闻 我本人亲自声明 说这个婚约是个错误 我的话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我的权利意味着我可以掌控更多的媒体 报纸只是我的喉舌和发声筒而已 我劝你不要白费力气 接受这桩婚姻 是你作为许家儿子的政治命运 你别无选择 我才不稀罕 我劝你乖乖接受这桩婚事 我告诉你 我可以救出那个戏子 也可以毁了他 你现在的表情 有点像我徐瑞安的儿子 只可惜你这个表情 在你的脸上很少见 所以我还是看不起你 你许星成离开我们许家 你什么都不是 所以你现在只能乖乖接受 我这个夫妻的命令 你有资格选择吗 小姐 小姐 你别这样 你别过来 蓝蓝蓝蓝 你就别胡闹了 赶紧把钱子放下 就是啊 蓝蓝 你把你爸爸吓坏了怎么办 你知道他的身体也不好啊 我没有吓任何人 如果你们非要我跟许星成结婚的话 我死给你们看 小姐 别冲动 别冲动 以前爸爸什么事都依着你 可是这一次 这次真的不能由着你 为什么呀 蓝蓝 家里的事 以前从来不让你插手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咱们胡家大不如以前了 一个小小的兴隆馆 老是到我们的地盘来挑衅 生意也屡屡受挫 就算我们瘦子骆驼比马大 可是没有警察的屁股 那不是常事啊 只有我们给许家联手 才是唯一的出路 那你非得要牺牲我吗 蓝蓝 这怎么算得上是牺牲呢 那个许家少爷也是一表人才 跟你很般配的 我配 他根本不是我喜欢的人 我死给你看 行不行 不管他是不是你喜欢的人 你也犯不着刺杀吧 对对对 千万别自杀 划到自己就不好看了 小姐 你冷静点 你千万别冲动啊 小姐 蓝蓝 听话 乖 也对 我不自杀 这就对了吗 我绝食 吃点吧 边吃边等 你说说 红蓝这丫头 到底要绝食多久 那还不是你给光坏的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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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老爷 慌什么 怎么了 小姐不见了 她不是一直在屋里待着吗 怎么就不见了 你是怎么照顾的 这 我也说不好 反正现在小姐就是不见了 她这是向我示威呢 红蓝这丫头 打小只要是一有事 就去找罗夫生 派人 找罗夫生要人 好 卖报 卖报 重大新闻 洪家许家重报联姻 卖报 卖报 重大新闻 她俩要结婚了 那大哥 我罗承要第一个给你倒喜 而且是双喜临门 什么双喜临门 你看啊 这一来 你的好兄弟许兴成 跟你妹妹红蓝结婚了 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 二来 如果许少爷跟大小姐的婚事一定 那你跟天鹰姑娘 那不就又有机会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这本来就是嘛 男女之间哪来那么多高尚的情感啊 再说了 你跟许少爷对天鹰姑娘的追求比赛 难道她就一点都没作弊啊 福生哥 这里 过来过来 过来 你先回去 哦 蓝蓝 你怎么在这呢 这不安全 你跟我走 好 好 妍妍 是不是我的姿势不对 我需要调整一下吗 不 不用 没问题 自然点就好 要不是自己体验过 还真不知道 当模特这么辛苦 林大哥 你是不是累了 要不要喝杯水啊 不用 其实 这也是我第一次 这样光明正大的画你 那 我本人坐在这儿 和你以前画我 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以前画你 都是凭借着点点滴滴的想象 现在可不一样了 其实 我 我比你还紧张呢 媛媛 是不是我在这儿 让你找不到画画的感觉了 要不我就 别 你别走 画得怎么样了 我可以看看吗 我觉得你的画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画的这个人 比我本人帅多了 根本不像我 在我眼里 你就是这样的 不 比这个还要帅 是再好的比 都勾勒不出来的 媛媛 那只是你的想象罢了 我并没有那么好 不值得你这么夸奖 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 我们继续 好 来来 来来 你 要来 一定 我 我 你 你 看我